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即市公諒 我是林梓彤 今集繼續有Rafi 解答觀眾股票上的問題 先接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張小姐 張小姐出身 你好 你好 我最近估了貨股證騰訊 看到你們張生推介2382的信譽光學 目標價六十多元 現在好像已經超越了 還買得過嗎 信譽目標價六十多元 應該不是 信譽現在還在115.8元 可能很久之前 是不是很久之前 高靖騰訊現在 你的網頁那裏六十多元 好 問一下Rafi 如果現在仓剩下騰訊的話 信譽這隻跌了這麼多 今天有少少反彈 買不買得過 但是很大手 當然你說沽了這些貨 正德騰訊 應該收入上彈也充裕 所以我覺得 考慮一些大價的股份 或者是一些籃籌股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雖然你說信譽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始終一方面 就是信譽這麼巧 這幾天都會下跌 你不要管那些六十多元 應該很久之前 現在先看看這位置 百多元 但是近期難得地 他會回落了很多 其實這幾天節目裡都說過 一來之前的出發量數據 不一般 比預期沒有那麼好 二來 就有傳過內地的同業 在競爭之下 對他有些仇慮的地方 但是你看到他的幅度 都不少之下 甚至我自己對他的前景 還有一段信心的話 其實經常都說 一百一十多元這邊的位置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吸納位置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可以找些位置 真的考慮可能吸回一些 上一上車 但是暫時這樣算 今天雖然有反彈 但是現在確立跌完尾 要看多一會 因為特別今天最高 試過大概五十天線左右 但是現在還未真正站上去 而且下五十天線樓下 所以不排除五十天線都有些阻力 假設五十天線站不上去的話 可能股價會虛分 譬如八十元以下 如果你要買的 我覺得起碼八十元以下 才考慮吸一下 這樣會好些 而到時來說 都一起負責過中線的持有 中線來說 都以之前高位 一百三十八元左右 做一個目標 我自己就不算太擔心 而下面要穿一百元 你才考慮到指示離場 好啊 張小姐有沒有其他深水股份 有啊 有啊 港交所 是 港交所 之前 又想二一幾 又回到但現在還未到家 港交所比較落後 但大市的前景又怎樣看呢 可不可以進一步上升 港交所又可不可以查到落後 當然港交所的確教市 或藍草股都是落後 所以只要這樣看 假設市座有機會上 我相信港交所要追落後 其實條件性是有的 但問題在於這一刻 因為特別是 早幾天曾經港交所是衝高過 而大家都知道 那一刻炒是炒 所謂引花水是一個下調因素 但之後無論港交所也好 或是政府也好 都很澄清 變相這一刻 少少叫做 即是少了這個炒作條件 所以見到近日股價 都慢慢回落一點 所以我覺得就不用這麼心急 即是近乎眾所說 起碼可以等一會 210多元這些位置 會是真是理想一些 即是我覺得它的部署做法是挺好的 即是你見到估了貨之後 有沒有特別心急 立即再拿話 再等等 我們再考慮一下 那的確 港交所你說 比較明顯的支持位置 可能真的大概215元左右 那我會覺得去回這些位置 215這些位置 才會考慮級 會比較理想一些 而中線一點來說 除了搏可能最後落後 即是還有條件上去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試回 就700月高位 233元樓上去 那如果這樣算 都有整十多元去 即是所謂執一執 而下面 那我覺得知道這一層 如果不跌穿 大概205元的話 那我覺得問題不大 嗯 好啊 多謝了張小姐的電話 另外呢 陳小姐也是在電話旁邊等著 陳小姐早晨 你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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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請教一下兩隻股票 是 就是3323中國建材 是 那我在11和13年都分別 買了幾首的 那在16元和10元的 嗯 因為我見它第四季現在 這些建材股都升上來 嗯 我想請教一下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我覺得這隻股 本身之前都欠債多 我想請教一下 譬如這一次 或者這一季 那升上來 在什麼價位可以 可以 可以沽術呢 嗯 好啊 16和10元買 即是軍價大都13元 現在6.07元 那如果現在 就是 這個勢頭 可以升上一些 的話 又可以怎樣部署 當然如果你以九兩住 就算我假設你真是同等貨量 那軍價 剛才智隆都看到 都幾乎13元 那其實和現在 像面上說 都差一倍 即是一半 那所以說真的 你說 有沒有機會這麼快 到你那個 可能軍價賣入價呢 機會性不是這麼高 就算是 對上來股 這一季看法是樂觀的 覺得有得上也好 那說真的 它難升這麼多 那所以我覺得 你都可以考慮 找些高位彈一彈 你都減一減 就算你不走完 可能到時減 例如三分一 或者減一半 那我覺得比較合適一些 那而且以剛才 你自己也提到一點 就是這隻股份 沒錯 我經常說是所謂上來的龍頭 但你這隻股份的基本面 就比可能海螺 那些真的上升很多 一來就是 都是 過往透過可能不同的併合 並是壯大了自己 但唯有問題就是 負債很高 那你當然今年的市是偏好 或者資金問題沒有特別緊的話 那這些負債高的企業 就沒有太大問題 那但是呢 那等一下下年回來 可能又再說到水減問題 這些又會落出來說 那所以這個是有風險在 那所以我覺得 反而你真的透過這一季 如果可以彈高一點 真是走一走 那暫時這樣說 如果短期來說 能夠站穩在六元樓上 我相信我勢有條件 試試借近七元這些位置 那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去七元邊附近 考慮減一減 那當然這樣說 到時就算走 都應該虧得都幾多 那個帳面上計 那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你買入價比較高 那我覺得可以彈高的 那就先減一減 奉高的減遲 那會比較合適一些 那如果到時之後的 可能要添錢出來的 如果你真的都想考慮 可能同業的 那我覺得其他水利股 譬如剛才看到海螺也好 或者你說13135 潤泥也好 似乎這些基本面 或者前景 比較可處一些 好啊 陳小聲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啊 還有一隻股票 是 一平靈中交建 嗯嗯嗯嗯 7月底買入了幾首 那我少少高10.6元 是 嗯 後來前那一陣子回到來 是 10.66元 後來那次反壓不到高息 然後又有弱 對於我檢基建股 其他科技股 嗯嗯嗯 我看他一路都 像石層炸 好像走不了 9.7幾 這一陣子 我看他又上回來 10元樓上 不知道昨天呢 上過10點 10點4 但是那時候走不遲 嗯 我想問陳小聲說 可以什麼教 因為我都好像 不樂觀 我看他 通常牛三呢 這些基建股是最尾升的 嗯 好啊 問一下Rafi 其實昨天都有講過 看了中央建的 可能是十九大 或者是年尾這些 基建的旺季 現在怎樣部署啊 這樣說 看法上我自己還是樂觀的 甚至乎回應公眾自己說的 可能他都有留意很久 我經常講的 譬如牛幾 牛幾的時貨 譬如牛三 他剛才提到 都會覺得 基建股都應該會升 如果你看這刻 基建股都未升的 即是反映 那時候這刻 應該就未升完 如果你以你的logic去看的話 所以我覺得就不需要特別擔心 更加奉獻自己 對中央建的看法 其實一向都是偏樂觀 雖然個勢是弱的 但我覺得去到這些位 應該再大的空間 不是那麼多 因為一來其實股值真的很便宜 二來其實它基本面都沒有轉差過 只不過資金今年來說 不是選擇這些所謂基建股 或者是舊經濟的傳統股去炒 剛才你看到 可能追了這些新經濟股 例如科網科技股 所以有少少不同 但我覺得去到這一刻 都連尾 有機會的錢都會選擇這些板塊 去再追發 因為其實如果你的市 假設真的再上 你這麼多板塊 這麼多大股 男手股都升了 那你要靠什麼 再推市 可能靠其他本身的行業 不是那麼差 但是很落後的板塊 其實基建股 我覺得都算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不妨再開一開 更何況本身是十個六 這位買入 跟現在十元邊來說 其實帳面上六毫子的虧損 其實真的很少 我覺得又不是太大的虧損空間 所以不用特別擔心 我覺得你 反而如果你真的要拿著它 就算你不想撥回贏 可能你說真的彈高一點想走 我覺得起碼都以 由今年三月份下降軌 延伸下來的頂位 大概十個六做過減磅 十個六剛剛跟你買入戒是一樣的 你看到時候去到這位 如果你覺得平手都OK的 那你便先走了 但是這些位置來說 我覺得暫時來的 都可以先持有 很對 謝謝陳小姐的電話 另外鄭小姐 也是在電話旁邊的 鄭小姐你好 兩位小姐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506 是 有沒有貨的 有5元 但她那個特別式 好像未肯定 是不是 現在怎樣買了 好 好 Rafi 要怎樣看呢 506 當然日前有賣酒類業務 之後說到 派九號三次特別式 特別式來說 其實她說到是肯定的 但當然要等股東會過 因為未過到 所以真的未知是否真的可以 甚至即使過了也好 都要等它公佈 隨正日 各樣東西 所以其實暫時 日子上真的未定 但你問到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九號三次特別式 其實要過關的機會性都高 因為應該也有一定吸引性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真的 五元左右買都好 不妨可以再稍微保持一保持 但是當然你五元買 真的略嫌現價來說 是比較偏高的一點 所以我覺得就 另一方面可能等下收息之餘 駁個股價慢慢叫消化完之後 可以再作出一個聲勢 因為其實之前都說過 就是她今次賣完酒類業務 拿了這塊錢 派入特別式之後 還有些單元在手 其實大家都猜到 之後有什麼部署可以做 因為如果這番賣完酒類業務之後 它只剩下飲品業務 就是特別可口可樂 所以可能大家猜到 她拿了剩下的錢 是不是再賣其他飲品業務回來 那不出奇的 再加上其實除了今次這個特別式之外 其實之前她早兩個月都沽了 她自己的一些廚房食品業務 其實那裡都有港道會派一些息 但那裡就未介入今次九號三 之後來講都還有派息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我覺得也有一定的空間 你可以先綁一綁 所以暫時這樣計5元 我可以先拿著 但如果你擔心一點 可以以之前這個 上一個頂 九月初的高位 大概四個六毫半 做過指示 如果接下來都沒力再上 反而再下 穿這些位 考慮走一走 一成附近 但如果這位不穿 我覺得可以拿著它 甚至等到特別式之後 再進入部署 多謝鄭小姐的電話 很快要聽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你好 早安 兩位 早安 5號仔 5號仔現在未有貨 哪位可以建議吸入 10號多少 好 匯控看不看好呢 這隻 看法上當然是不錯的 因為始終一來 經常都說 受惠環球的息口上升 即是未來年底 美國加息 而英國有機會 11月那次可能會加息 對匯控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正面推動 再加上匯控 也知道有回舊 等因素支撐著股價 再加上過去幾年 比較頑的業務 現在慢慢都在復甦回來 所以看法上我覺得不太差 甚至乎管理層的變動都確立了 即是CEO接下來 真正是西洋銀選都接任了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慢慢轉去正面 所以看法上會好 但說真的 匯控是好還是好 但始終這麼大隻 你很難要求它很大升 就算你說買是買得過的 但上網空間可能未必太多 所以看你自己想不想是 可能賺幾元都覺得OK 我覺得如果是OK的 才考慮一下會好些 因為特別回近期來計 其實匯控股價都屬於橫行為主 即是在77元邊上上落落 我覺得下面來說 應該不會跌穿74元 即是這個比較明顯支持位 但上面來計要破80元 又要給點耐性 因為比之前試過差不多一次 和7月份那次兩次都在80元邊 又頂著了 所以很大機會 就是短期來說 都是74至80元去上落 直到確立突破了80元 可能才量上去多6元 變相到時中長線來講 以86元做目標價 多謝細琳珊的電話 電話在旁邊趙小姐也在 趙小姐早晨 Hello趙小姐 Hi 早晨 請問一下 我有兩隻股票 是 第一隻是6.06元做的 上星期就88元漏買 最高了 一路一路這樣 到現在都跌了80元左右 我不知道家庭還是跌了算 好 中安 88.6元都幾高位 是的 見到他 就是可能 粵民又在分一刻走 所以沽額都在 現在怎樣部署好呢 當然 中安就這樣說 前一陣子就曾經炒過 都幾誇張 幾天上去差不多一百元 但之後近期都回落 似乎短線炒作就初步完了 而以來的 中安不斷說 有暫時未生正形人在手 大家買都是薄 可能三馬會做得好 但這個就有少少未知數 所以如果這一刻有得貨 都可能比較短期部署會好些 而明顯地本身大的支持位置就85元 但到近兩天失守完之後 現在都回不了上去 似乎都慢慢變了阻力 如果這樣說 如果短線回不了上85元左右 我覺得有機會下試就80元這些位置 因為80元這個位置除了一來齊頭位 二來都叫做早前才提到的急升 那兩支大陽軸之後 那個上升離後的底位 我覺得你可以分80元做個短期指示位 如果穿這些位置 剛剛和你買入價八個嶺 一成左右 我覺得真的可以走一走 如果80元不穿的 當然可以先拿著 起碼上85元樓上 才找高位減一減 我覺得這樣會好些 所以初步大位先看80元這個位置 好啊 趙小姐是不是還有一隻股票想問 另外一隻是3993 那一隻是3993 那一隻是8號 我談到平均價 現在怎麼辦 有沒有上漲的空間 好 Raffy好快答案 這隻當然有上漲空間 我自己就不太擔心 甚至是480元買均價 現在470元其實不是差太遠 所以我覺得你繼續保持它 近期走勢比較收窄 似乎想找些位置突破 我覺得向上突破的意味還是偏高 輸一彈的話 你向上突破得到 其實短期 起碼都試回之前高位5.2 5.3 我覺得中線來說 你往5個半樓上都可以 而當然調轉了 駁錯了 加上向下突破 很簡單 以50天線4.4 做一個短期的指示位 如果穿4.4 只要你肯走 亦都一樣 一成都不到的虧損 我覺得其實可以這樣考慮 做一個上下位的一個部署 好 謝謝各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也謝謝Rafi 詳細詳細分析 Rafi有沒有自由上述 提供股份 也沒有 謝謝Rafi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還要知教我們 待會回來再見